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虫狮》第十一话 《沉睡的山》 银谷在经过一座临峰时 发现它的峰顶有个圆 可就吃了两口面的功夫 这个圆竟然消失了 这让银谷觉得很奇怪 于是便到村子里询问情况 在得知银谷是虫狮后 村长希望他可以去山上 寻找一位名叫吴露华的虫狮 村长说山上就是一位通晓一切的山主 而吴露华是唯一知道山主异乡的人 大家有事都会向吴露华请教 但他已经很久没有下山了 村民们很担心 也曾上山寻找过 可不但没有找到人 反而还患上了热病 险些丢了性命 听闻此事的银谷决定上去看看 在半路上他遇到一个小男孩 男孩说上山是为了找吴露华 自己是他的徒弟 在大山中找人实在太难了 于是银谷开启了副吕仪式 就是将自己的意识 注入一种名叫吕的虫的体内 让他们带为寻找 吕相当于山的神经 能感知到山里的一切 很快 银谷就通过吕看到了吴露华 就在银谷准备一探究竟时 吕被吴露华给斩断了 连接虽然断了 但银谷已经知道了吴露华的位置 他们在半山秧找到了吴露华 他说自己在山上摔上了脚 所以才没有下山 同行见面有些别样的亲切 所以吴露华将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银谷 他说这座山 以前是有能移植经济的 正统山主的 但村民们将它误杀了 山主被杀后 河水变得像酒一样 草木开始腐烂 云游至此的吴露华 看着不知所措的村民们 便决定在山里住下 成为新山主 可受山里经济的影响 他的妻子没多久就去世了 现在他准备卸任 让徒弟玉儿做下一任山主 毕竟玉儿从小就在山里长大的 原来村里的女人们 在喝了喝里的水后 开始接二连三地生孩子 有人因为养不起孩子 就将他们丢在了大山里 玉儿十分幸运 没有被野兽吃掉 反而活了下来 被吴露华一手带大 后来他留在村里的兄弟姐妹 都去世了 父母又将他给接了回去 虽然父母很自私 但吴露华并没有权利指责他们 这时一阵钟声吸引了银骨的注意 但很快又被吴露华给掩饰过去了 作为虫师 二者都相互羡慕 吴露华羡慕银骨可以四处游历 自己只能老死山中 而银骨则羡慕吴露华 可以在此安稳定居 隔天 吴露华将银骨和玉儿送下了山 半夜时分 银骨和玉儿又听到那奇怪的钟声 玉儿说 这附近并没有钟 而且村民们根本都听不到 银骨询问玉儿 是否学过山主之术 可玉儿对此全然不知 银骨意识到事情不对 他安慰玉儿说 没什么事 自己要去三尾部 让他先回去睡觉 银骨这个谎 没有任何说服力 玉儿完全不相信 于是悄悄跟在银骨身后 当银骨来到吴露华的住所时 里面就空无一人 钟声一阵阵响起 随着钟声 银骨在山顶找到了吴露华 其实吴露华的脚根本没有受伤 他之所以不下山 是为了呼唤巨蛇 而那奇怪的钟声 其实是巨蛇发出的叫声 他是吃主的虫 这种虫会吃掉现任山主 成为新的山主 他并不想让玉儿成为下一任山主 因为有人来做山主 守护村民 实在是太辛苦了 他想让巨蛇吃掉自己 成为现任山主 给村民们带来安定 银骨不想让吴露华牺牲 想阻止 但为时已晚 因为巨蛇已经发现吴露华的位置 突然银骨失去意识 当他再次醒来时 身边只剩下玉儿了 昏迷中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年轻时的吴露华 经常来这个村 帮村民们解决麻烦 还认识了一位名叫朔的女子 二人情投一合 村民们都希望吴露华可以留下 并和朔结婚 但吴露华的体质容易吸引虫 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 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掉并吃掉山主 取代他的位置 虽然这么做是不可饶恕的 但朔为了能让吴露华留下 还是义无反顾的杀死了原本的山主 之后 吴露华就在这里定居 守护村民们 山神异主 所有人都不记得吴露华了 除了育儿和银骨 自此 这座山上多了一个巨大的白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